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优质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此经验已经相当重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严重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经过短暂回调之后 大蒜的价格从6月中旬以来 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上工行情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 最近两个月 算价累计的涨幅是达到了37.4% 平均售价是美金7.46元 突破了5月份的前期高点 算价暴涨给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记者在大蒜之乡 山东金香的调查 山东省济宁市金香县西关大街 与明城路交叉口 是金香县城最容易堵车的地段 因为每天清晨 来自各地的蒜饭都会开着满载大蒜的农用车 向这里聚集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来拉蒜的货车明显减少 随云玉 金香县丰盛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告诉记者 前一段时间 由于大蒜价格涨得太高 使得自己公司的存算量 较往年大幅缩减 公司的两个冷库 才存了不到一半的大蒜 最近听说蒜价掉下了一点 就想来考察考察市场 如果有合适的价格 他就会再进一些货 您刚才怎么没买啊 价格太高 它要多少钱 它一个要5块8的 一个要5块5的 这个价格你承受不了 多少钱您看 大概觉得能承受的 应该在5块1厘差不多 山东省济宁市金香县 位于山东省西南部 是中国最大的大蒜产区 这里平均年产大蒜60万吨左右 出口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 被誉为中国大蒜之箱 然而从今年5月末 新蒜下地开始 金香大蒜的价格 就从最初的1块8 一直涨到了7月初 最高时的6块多 高蒜价不仅使得金香 成为各方媒体舆论 关注的焦点 更使得许多像 随云玉一样的大蒜经销商 进退两难 长这么厉害这个事 也是没预料到的事 家人贵了我们承受不了 同样面临尴尬的 还有市场上的蒜饭 记者了解到 最近一段时间 高蒜价使得市场的 大蒜销售十分困难 由于生意冷清 许多蒜饭开始玩起了牌 还有一些蒜饭 干脆睡起了大觉 他们都不熟 贵的都不熟 蒜饭告诉记者 前一段时间 大蒜六块多的时候 根本无人问津 这几天 蒜价掉下了一点 问的人才多了一些 但是成交依然不多 六块是手里想的 配什么都买不住 在另一方面 记者则看到 其实今年多数大蒜经销商 都没有吃饱 原因是高蒜价 让很多经销商望而却步 到目前为止 金箱县以及其周边的冷库库存非常低 多半的冷库都空空如也 有些冷库甚至存起了洋葱 存了多少块 剩一千多只 一共能存多少 三千多只 三千多 现在存了一千多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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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库大概能存多少算 三千多 三千多 现在存了多少 存不到一千多 多少 多少 为什么存这么少 为什么存这么少 现在价格来过 你可无论的 信用那么多钱 金箱县南店的大蒜现货 交易大厅经理杨桂华告诉记者 在往年 一般七月二十日左右 存储大蒜的冷库就封库了 而今年的冷库 却空置了一大半 所以 冷库的封库时间 必然要往后推 事实上 许多经销商都在等着 中小蒜商手中的存货 能够降价销售 因为大蒜到八月份 就会开始发芽 对于没有冷库储藏条件的 中小蒜商来说 势必要抛售手中的大蒜 很多经销商 也就是想等到这个时候 再用相对低一些的价格 买进货源 有黑朵带的事情 现在在这个地方等着 如果你要掉了 我就收 如果你要上钱 我就紧了 我就不做了 大蒜入冷库之后 再出售的成本 大概要增加一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 按照七月二十六日的算价计算 经销商如果按五块五买进大蒜 就必须要卖到六块五以上 才能保本 现在大的经销商 都在等着中小算贩子出手降价 目前的价格 有一些已经低于经销商们 前一段时间的进价 他们要按照现在的价格发货 也是亏钱的 现在之所以硬顶着不进货 就是在和中小算贩子 进行价格博弈 大蒜经销商在观望行情 都压着价格不肯进货 确实急坏了许多算贩子 在外人看来 算价上涨了 赚钱似乎应该更容易了 可是接受我们采访的经销商 和算贩子 现在呢 却是面临着赔钱的尴尬 在创下了历史新高的算价里 究竟是谁拿走了最大的利润呢 为什么今年的新算上市了之后 算价是不跌反涨呢 我们再到算农那里去看看 生产的情况 今年金香的大蒜价格 为什么会涨这么高呢 金香县金香镇金一村 党支部书记周雪峰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过后 当地的算农和商贩 就已经估计到大蒜产量 一定会减少 去年吧 冷空气来得着 然后今年春天的时候 又倒吹寒 激温达不到的情况下 肯定要影响产量 那么今年金香的大蒜 究竟减产了多少 才能让大蒜的价格 从一块八 一路飙升到了六块多呢 今年算产了多少 五千来几吧 五千来几 几亩地 有四亩半地吧 四亩半地 看五千多斤 去年产了多少 去年产了九千多斤 到九千多斤 年产了快一半 那差不多 今年产量多少 今年产量 我五三才卖了 便宜 去年产量多少 去年我的五百地 卖了一万多斤 记者了解到 金香县2009年的大蒜 种植面积 约为五十八万亩 实际比2008年的 四十八万亩的 种植面积 增加了近十万亩 但是大蒜的亩产 下降幅度较大 三分之一 较像三分之一 村支书告诉记者 由于单产减少了 近三分之一 所以总体算来 金香县2010年的 大蒜产量 比2009年 要减少百分之十左右 那么百分之十的 减产量 为什么能让金香大蒜的价格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翻了三倍之多呢 金香县丰盛进出口 有限公司董事长 隋云玉告诉记者 今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由于今年到春寒的天气 许多人在春节刚过的时候 预见到了大蒜会减产 于是抢在今年五月 新蒜下来之前 便到金香 以及周边的蒜农家里 包地买断了大蒜出产 春节以后 很多商人来到村里和蒜农商量 买断地里今年出产的所有大蒜 在金香县高河乡 关庄村 记者见到了蒜农小孙 他告诉记者 他们家共种了六亩地的蒜 其中有两亩地被包了出去 包地的价格是每亩三千六百元 小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现在蒜农种一亩地的大蒜 需要三百斤的蒜种 按三块钱一斤计算 需要九百元 加上化肥等农资六百元 种一亩地的大蒜的 基本成本是一千五百元 总的说来 蒜地被以每亩三千六百元包出去 农户可以赚到两千元 这其中包括了种蒜的利润和蒜农的人工成本 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在今年春天减产的悲观预期底下 小孙觉得当时能够达成这个交易还是很合算的 那么都是一些什么人在包地收蒜呢 小孙告诉记者 他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或者熟人介绍的一些当地的商人 有的需要签订协议 有的只是口头约定就可以 当时也是请信他们 他们说 今天往外包点地吧 价格也不低 也合适 对于包地者来说 三千六百元包了地后 加上雇佣收算工的每亩八百元的费用 每亩地的成本就是四千四百元 如果每亩地能产算一千五百斤的话 每斤蒜只要能够卖到三块钱以上 就有钱可赚 郭光卫是金香县金马钢材劈发部的经理 他与爱人常年在这里租了两间房子做钢材生意 今年他存放钢材样品的仓库里存放的 却是成堆的大蒜 原来你这户是做什么呀 我在里边就是卖多年的 这大概有多少吨算呀 这还有五六吨吧 怎么进的货 这是保留的底块 你包了多少地块 保留有四亩地块吧 十亩地块 就从周边的农户手里边包 对对对 当时是多少钱包的 三亩地 郭光卫说 由于提前预计到今年大蒜会减产 春节刚过 他就到金香周边的蒜农家里 包了十亩地 每亩地交给蒜农三千八百元 提前收了这些地里产的蒜 可是今年每亩地只产了一千二百斤的大蒜 加上收算八百元的人工成本 他收的大蒜 每斤成本就变成了三块八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买断三个月以后 今年大蒜的价格竟然涨到了六块钱 最近他每天都要去市场转一转 想等到价格合适的时候出货 郭光卫告诉记者 由于大蒜收进来的成本相对比较低 即使加上入库的费用也有赚头 所以他并不急于出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今年金香县被包出去种蒜的土地 大概占到金香大蒜种植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这种买断农产品 并在上市时与库存观望的销售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上大蒜的供给减少 除此之外 一些大蒜储存商提前下手抢购大蒜 也是造成大蒜价格在短时间内 快速上涨的原因之一 因为大蒜这两年的价格一直是上涨的 即使是从前没有做过大蒜生意的人 也看好今年的大蒜市场 他们纷纷出手抢货 更加剧的今年大蒜货源的紧张 像您知道的话就是以前我没做过大蒜生意 就是跟大蒜没关系 然后今年呢 我又开始进入大蒜那行这样的国吗 这样的也有 这样的确实还不太少的 你想去年去 去年冬天和几年春天 这个算涨到这个五六块一年 当时他们收购的时候就是一块七八两块 最高的时候两块 两块到下吧两块二十 这都是反了几倍 反了两倍五千 这是一定是暴力了 隋云玉说 除了金箱本地的资金涌入 外地生意人同样看好今年的金箱大蒜行情 纷纷进入这一市场 他们原来都做什么生意 金箱建南电子大蒜现货交易大厅经理 杨桂华告诉记者 由于看到今年大蒜市场销售紧俏 许多以前没有做过大蒜生意的人 都手握资金加入到算贩子的行列 节目当中的钢材老板郭光卫告诉我们说 今年的钢材生意不好做 价格急跌 销路困难 所以他的很多生意伙伴差不多都是亏损了 于是就都把钢材库存清空以后 下地做起了大蒜生意 不过今年的大蒜价格竟然会上涨好几倍 这也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那么在参与炒作大蒜的大军当中 还有哪些资金呢 一分钟的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去年种植面积减少 今年受异常天气的影响 山东金箱的大蒜是连续出现减产 这让各路资金又找到了炒作大蒜的理由 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是看到 早在今年新蒜收获之前 不少投资客呢 就已经在大蒜的产地提前布局了 坐等着蒜价水涨船高 现在甚至连金箱当地的蒜农 也是加入到了炒蒜的队伍当中 成了一支生力军 老周是金箱县玉山镇豆汤村的村民 今年他们家除了自己种蒜之外 还会到周边的蒜农家里收蒜到市场上去卖 在今年六月初 蒜价还是两块多一点的时候 他便开始了饭蒜的生意 可没想到进入大蒜的销售季节以后 蒜价就开始上涨 而且购销两望的大蒜 只要一出了地就不愁销路 老周说 看到生意这么红火 村里的许多原来只在地里种地的蒜农 也加入到蒜饭子的队伍 村里的蒜饭子从原来的十几户 变成了二十户左右 这一说法得到了当地信用社的进一步确认 金箱县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刘国前告诉记者 今年前六个月 金箱县农村信用联社就已经完成了全年的贷款指标 眼看着蒜饭子大量抢购蒜农手里的大蒜 这可急坏了一些大蒜储存商 周振华是金箱县金箱镇饮庄村村民 从棉坊之厂下岗之后一直做棉花生意 每年的这个时候 他都会收一些大蒜 在冷库里储藏起来准备出口 看到今年大蒜货源紧俏 他干脆借了一辆车 直接到农户家挨家挨户的去收蒜 周振华告诉记者 遇到好的年份 做大蒜生意的收入还是十分可观的 去年他就赚了七八万 这可是他做一年棉花生意收入的好几倍 但是对于今年的大蒜行情 他还是有点摸不透 所以近期出现高价大蒜之后 他也不敢再进货了 农民一刻找一下就不卖 他们最高的都卖多少 农民最高的都卖到六块多 六块五六的 大蒜减产 投资客提前入厂包地 储存商和蒜饭集中抢购 各类资金蜂拥而入 再加上蒜农吸收 这些因素汇集到了一起 共同推动了大蒜的价格攀上历史新高 但是这样的高价是否能够站住脚呢 大涨之后 蒜农们又如何去面对未来的行情呢 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 大蒜的价格到底有哪些决定因素呢 金香县南电子大蒜现货交易大厅经理杨桂华告诉记者 大蒜的价格还是会基本遵循供给与需求这一基本规律 但是从每年五月新算下来之后 到大蒜入库结束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由于无法统计大蒜产量与市场购买情况 买卖双方就会追涨杀跌 所以经常会出现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 杨桂华说 每年八月份冷库封库之后 大蒜的库存量一旦明了 那从丰库一直到第二年新算下来的这段时间 市场大蒜的供应量就基本确定 因此大蒜的价格也会趋于明朗 但是由于一直没有专门的机构统计和公布这些信息 因而也难免会出现储存商吸收 致使大蒜价格盲目追高的情况 如果要算弄算长 小匪者不如一个自信权 大蒜的价格 暴涨万别的情况就很难出现 而且这个价格 它就能最起码的保持想对的评论 那么今年的库存情况如何呢 大蒜的价格还会再涨上去吗 根据金箱县南电子大蒜现货交易大厅提供的数据 2009年封库之后 金箱大蒜的库存量是102万吨 入库后 大蒜的平均销售价格是3块5左右 但是杨桂华告诉记者 由于今年封库时间推迟了 所以库存量目前还没有办法统计 初步估计大概是75到80万吨 相比去年应该是明显减少 价格也应该比去年高一些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不包括其他那个因素 如果今年的普遍量相差4万 就得相差将近1块钱吧 按照杨桂华的推算 今年入库之后 大蒜的批发价格就应该是5块5左右 但他同时告诉记者 并不排除算价大幅波动的可能 虽然今年大蒜减产 算价上涨成为普遍预期 但是算价究竟能涨到多少 并没有人知道 不过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在今年大蒜价格被一路追高的过程中 主要的构算群体 也就是一些大蒜储存商 在算价涨到5块钱以上的时候 就停止了入货 而后算价果然很快 从6块多的位置跌落下来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许多大蒜储存商告诉记者 他们只是根据往年的销售经验 做出经营判断 而金香县丰盛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隋云宇认为 要判断金香县的大蒜价格 首先应该观察大蒜出口的国际市场 那如果中国的蒜价价格太高的话 那人家那边的国家的蒜如果是 抵御中国的价格 那人家肯定都要上那边去进货 它不会再进中国的 隋云宇说 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外 还有几个大蒜主产区 分别是阿根廷 智利新西兰几个南半球的国家 而这些国家大蒜的出口季节是在冬季 与中国出产的季节正好相反 到时一旦中国的蒜价超过这些国家 出口数量就会大幅减少 它收购大蒜时的价格 也正是以国际市场的变化为依据 如果是七八块钱的话 可能他们的蒜下来之后 就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出口 肯定有影响 金香县南电子大蒜现货交易大厅 提供的数据分析 近些年来 中国出产的大蒜价格 一直在一块钱左右震荡 甚至还在2008年时 卖到了几分钱 而与此同时 国际上的大蒜价格 则维持在一美元左右 中国出产的大蒜价格 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这也给大蒜投资客 创造了投资的利润空间 大蒜作为一种纯手工种植的农产品 在许多农业发达国家 价格已经远远高过于机械化 种植的农作物 但是在我国 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坊间也有人指出 近两年大蒜价格的上涨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价值的理性回归 而在随云域看来 即便今年大蒜价格涨是惊人 但是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六七块钱的价格已经是到顶了 尽管今年的高算价 让多数农户得到了实惠 但金香县金香镇金一村党支部书记周雪峰 对于这一轮的大蒜涨价 却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 今年卖贵了以后 然后把老百姓就盲目的扩重 由于信息不符合 盲目的扩重 然后来年可能又造成一个局面 造成这个供大业求的局面 记者在对一些蒜农的采访中了解到 虽然明年产的大蒜 要在今年十月一号以后才下种 但是几乎所有农户都预留出了蒜种 高河乡卫楼村村民王嘉林家里 去年就有一半的地种的是麦子 今年他准备全部种大蒜 今年你们家地里边都种什么呀 估计到去年给它全部都种 今年把地里边都种蒜了 为什么 因为给它算加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许多农户还是非常看好明年的大蒜市场 这位农户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明年金香的大蒜会增产一倍 但他还是选择了种蒜 肯定要恢复到0708的种子年级 恢复到0708的种子年级 这个收入就是说餐量 就应该是比几年的这个餐量能多一倍 这个大蒜 对于目前农民扩种的趋势 周雪峰认为 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的发布一些大蒜种植信息 做一些适当的调控 避免算件伤农的情况再次出现 我前几天在网上又发了一篇帖子 我也呼吁老伟先生 不要留那么多的蒜种 今年种的多少 最好你别扩种 有可能出现今年扩种以后 那来年增产不增收 那假如是供需关系失衡了 来年供大也求了 那肯定来年价格要走低 今年以来 农产品价格是一轮轮的上涨 创造了一系列的网络新词汇 比如算你狠 玉米蜂 逗你玩 还有最新的江与君等等 几个月前 针对部分农副产品价格的暴涨 国家发改委的部门 曾经对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经营者 进行过处罚 但是令人尴尬的是 绿豆和大蒜价格在短暂的回落之后 又再度的上涨 从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厂家正在试图长期控制大蒜的厂供销链条 从以前的豚蒜 发展到了现在的包地种蒜 这对我们的价格管理思路和手段 提出了新的挑战 看来 平易大蒜绿豆的价格 不能仅仅满足于临时的调控 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利用政策杠杆 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确保大蒜绿豆这类农副产品的文产 其次是帮助农民建立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 把定价权还给农民 让农民从市场价当中获得主要利润 此外国家应该着手建立相应的储备和平衡机制 及时动用储备或从境外采购紧缺的农产品 低利润投入市场 不要让价格大起大落 而给炒家可乘之机 酸价暴涨 农民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受益者 而酸价暴跌 农民一定是主要的受害者 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 我们的政府部门还应该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也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